摸摸熊玩具乐园 首先把她的脸打开来 她的后脑勺也要打开来 然后身体旋转180度 前肢也要向后旋转 接着打开阿妩的身体 收起尾巴 抬起头部 铁拳虎的护甲要重新安装上去 最后再做一下调整 好了 英勇威武的铁拳虎变形完成了 第二位是超级可爱的玲珑 玲珑也要超新变身了 同样是先打开脸部 双腿伸直 然后把双手取出来 最后再打开双腿 哇 火焰银河 看起来真的好漂亮呀 蓝色这位萌虫是大山 大山也要变形了 首先把双手卸下来 打开大山的脸部 身体也要拆开来 再把双腿拉伸 接着把小腿收拢 接着把小腿收拢 他的脚掌还要抠紧腿部 石甲熊的双手需要重新安装上去 最后打开盖子 把石甲熊的头部取出来 调整一下石甲熊的姿势 好了 石甲熊也变形完毕了 第四位是萌虫小圣 它可以变形成神木猿哦 先拆下尾巴 打开小圣的脸部 然后把身体拉伸 接着伸出神木猿的双手 还有它的双腿也要拆开来 再把小圣的四肢收拢 最后打开头部盖子 取出头部 神木猿也完成了变身 最后一位猛虫是冰冰 冰冰的样子也好可爱呀 冰冰冰也来变身吧 打开脸部盖子 然后把身体拉伸 身体还要再伸直些 接着打开身体 把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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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冰封鹿也成功完成了变身 哇,五位猛虫都完成超新变形了呢 另外,它们还可以五合体组合变形哦 五位猛虫变形后,小圣成为合体机器人的左脚掌 我们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的左脚上 机器人的右脚掌是冰冰 把它安装在右脚上 大山变形后成为机器人的左手 需要把它安装在左边肩膀上 它的右手是变形后的玲珑 也要安装上去 好了,猪猪侠超新萌虫五合体机器人变形完成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吗?